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13回 当天色终于渐渐的暗淡下来 药塞的围墙上也亮起了一团团照亮用的白色光球 盘坐地上的寒历再用神念远远的探测了一下那药塞的大概的情形 发现比起白天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之后 当即战身而起口吐行动二字 西道人大袖一抖 顿时啊大片的荧光喷尸而出 将附近寒历和猪鬼一卷过后 三者就一闪在荧光当中消失了 一小会儿的功夫过后 在离巨型要塞 不过十几里远的一处虚空当中 银色光辖一闪 寒历三个人就无声地险现而出 寒历刚一现行而出 就二话不说单手一扬 那灰色飞车就再次一闪地在身前浮现而出了 猪鬼儿立刻乖巧地飞到了上面 而谢道人呢却在虚空当中立刻盘膝坐下 单手虚空一抓过后 手中呢竟然多出了一金一银 两枚另箭状的东西发动起来 接着在手中滴溜溜地飞快转动 又放化成了金银两色光团 同一时间 谢道人身上的气息竟收敛得近似没有了 但是体表却绿光闪烁 浮现出了墨绿色的诡异的灵纹处呢 几乎遍布全身各处 看起来是毫不诡异 而两枚另箭所画的两团金银光团当中 却开始传出了阵阵的繁音之声 一缕缕金银光辖从中飞快地飘出 并交织闪烁之下 在其头顶上迅速地聚拢了起来 一颗直径仗许的金银光球 就在空中凝聚成形了 并继续地狂胀巨大 如此大的动静 要在高墙上的魔族卫士 那自然是第一时间就发现了 当即啊 最近一劫城墙 一阵刺耳的罗鸣过后 一队三四十名左右魔族卫士立刻横空而起 直奔寒力这边飞动而来 寒力见此情形啊 双目一眯 但是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丝毫要出手拦阻的意思都没有 结果呢 片刻的功夫过后 这一队魔族卫士可就到了近前处了 为首的一名身材高大 远超其他人的魔族 远远的就大声地贺问道 嗨 什么人 不知道这里是近期吧 任何人不得在附近盗留 这些魔族卫士啊 均都是一副不容分辨的气势汹汹的样子 近期不能逗留 抱歉啊 我们不光要待上一会儿 还打算到上面再看上一看呢 寒力淡淡一笑 朝要塞上方扫了一眼过后 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 什么啊 你竟敢如此说 不对 那个人在做什么 嗯 你们的心为是 那名为首的魔族一听寒力之言 先是大怒 但是啊 这神念呢 再往寒力和谢道人身上一扫之后 却又一下子大惊失色 但是 还没有等此魔做出任何反应之时 谢道人的身躯啊 微微一窗过后 生前的两枚金银光团 一下子无声没入到虚空不见了 而头上的硕大的金银光球 却轰的一声过后 自行地爆裂而开 无数金银光点 从中爆裂后的巨大光球当中 暴雪而出 竟然呢 是一枚斗粒大小的金银符纹 这些符纹密密麻麻之下 仿佛雨点一般的滑破的长空呢 竟然一下子照亮了半边天空 直为要塞方向铺天盖地而去啊 前方不远处 空中的那一对魔族卫士 正好是首当其冲 喊叫之声一起 就瞬间被光雨冻穿了个千窗百孔 接着呢 就化为了鼓鼓清烟 凭空消失了 至于说要塞附近十几里内的虚空当中 被这光雨一冲之下 一层层大小划阵尽致 同时显现而出 让虚空一下子剧烈波动起来 并变得五颜六色 而那些金银符纹啊 也不知都具有何种不可思议的威能 光雨所过之处 这些划至尽致 竟然如同摧枯拉朽一般的瞬间溶解冻穿 不过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 漫天的进制就变得残缺不全了 再也没有办法保存任何一个法阵的完整了 而在释放了金银光球之后 谢道人脸色接连苍白了几次 身上的气息呢 也一下子削减了八九成之多 竟然真的像其事先所说的 实力啊 一下子掉落出了大成境界了 我们走吧 韩力见到这一幕毫不犹豫的一声低含 一个晃动的进入到了飞车之中 谢道人呢 则一下子站立起来 一个大步过后 身躯也一个模糊出现在了飞车之内 韩力深吐了一口气 浑身清光缭绕 一下子就调动了体内所有的法力 同时呢 单手一掐掘 口吐一个极字 飞车只是微微一掺过后 就发出了刺耳的爆鸣 幻化成了一道清光 击射而出 那顿速之快 竟似乎只能看到一道淡淡的轻盈 在虚空当中一闪而过 要塞附近那些残存的禁止 显然说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挡轻盈 被其几个闪动过后 就一路无阻的飞射到了要塞上空 并直奔高空处的那一片魔云击射而去 整座要塞自然早已就是一片大乱 无数飞车甲式从中腾空而起 但是一普通魔族的实力到了这个时候 甚至大半呢 还没有发现韩力等人的存在 只有那些化神炼虚等阶的高阶的魔族 这才发现了飞车的存在 惊怒之下 纷纷的催动动光 前来拦走 但是单论顿速的话 又怎么可能拦得下 韩力全力催动之下的飞车呢 而这个时候 要塞里面也骤然呢 有几道强大的气息 从中腾空而起 接着一团闭宴 一股黑风 一滴两道刺目的 血红同时从要塞不同的角落 积涉而出 显然呢 是此地驻守的那几名 魔尊级别的魔族 也终于出手了 韩力这个时候 对着一切 仍然是视若无睹 飞车击射之下 转眼之间 就到了离高空 黑乎乎的魔云跟前处 并毫不犹豫的两手一搓 再冲高空骑扬 雷鸣之争大作 无数团金色的雷球 一下子从其两手当中 是狂涌而出了 并一闪即逝的 没入到黑云之中 下一刻呢 惊天动力的巨响 在云中连连传出 无数道金色电蛇 是闪烁而现 而看似凝厚无比的魔云 在这些金色电弧闪动之下 竟然丝毫抵挡之力都没有 稍一接触呢 就纷纷的冰箫溶解 被清出了一大便 空荡荡的西空出来了 杭律等人 锁城飞车 丝毫停都没有 一个闪动过后呢 就直奔魔云中心处 流星般射去 在散开的黑色的雾气当中 一个直径离许的巨大通道 陷路而出啊 而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从两侧雾气当中 一下子传出了冷冰冰的两个不同的声音出来 此路不通 滚回去 快刚落 一侧黑雾中一声霹雳 一道食欲让常的黑色电弧一闪而出 化为了一道雷交 军门飞车一批而来 另一侧呢 则是一声长鸣过后 一口绿色巨剑须影一下子从雾气中探出 并迎风啊 虚空一点过后 一道绿蒙蒙的剑光就一卷而来 寒厉在飞车当中目睹此景 神色微微一动 虽然说出手两人还隐藏着雾气当中是未曾露面 但这双双出手的声势却着实的惊人啊 明显的不是普通的魔族尊者可以比拟的 当然了 这一点攻击他还未曾放在眼中 当即啊 一只袖子一抖 另一只手啊 却迎着绿色剑用一根手指轻轻一点而去 袖中雷鸣之声一醒 金光一闪过后 一道粗大的金弧 骤人之间弹射而出 而另一边呢 却是指尖处剑气一线 一道明亮的金光一卷而出 声红 两声巨响 电弧对电弧 剑光对剑光 四者刚一接触过后 爆发出了刺目的光芒 但是飞快的一脸过后 竟同时的消失不见了 四者呀 竟然似乎呢 打了个平手 韩力目睹 此景一愣 两侧黑银当中的两名魔族也是为之大吃一惊啊 要知道 那两名高级的魔族刚才发出的攻击看似非常的普通 但是实际上呢 却蕴含着非同小可的威能在其中 那道黑色的电弧 是号称魔界四大神雷之一的大神通啊 蕴含极其可怕的腐朽之力 一般的法器宝物 只要说被批中了 立刻就能被腐蚀的千疮百孔 至于说另一道青色的剑气 也是另外一名魔族苦修了近万年的本命神通 凭借其无双的犀利的威能 也不知道斩断了多少非剑非刀啊 但是现在 二者同时攻击之下 竟然说被韩力用相同的手段一击就化解掉了 这怎么能不让这两名自视极高的魔族 大为骇然了起来呢 不过韩力啊 可不会陪着二魔精仪下去 身下略微震动一顿的飞车 再次一掺 就化为了一道青红奔巨大的通道 要入口一头而入 你敢 休想走掉 两侧的高阶魔族一见此景不约而同大怒 将心中的那点精疑抛到脑后 瞬间呢 又再次出手了 这一次 一色黑雾中 骤人之间万雷奇响 密密麻麻的黑色电弧随之弹射而出 另一边呢 则坚明之声大作 一道比先前剑气还粗大四五倍以上的剑光 闪动骄阳般的光芒一展而来呀 二者的攻击几乎都是同时发出的 并且目标呢 并未冲向而来 而是直接往通道入口冲入狂击而去 下一刻 就在通道口一下子疯党的严严实实 飞车 要想顿入其中 就必须先洞穿二者的阻拦才可以 目睹此景 哈利在飞车上不怒返笑了 他马上一声嘀吼 身形金光大化 这个人呢 一下子幻化成为一头 树丈高的金毛巨猿 两只大手只是五指一握 手臂凭空粗大的树圈 并运足十成的力量 就冲前方的电弧弧剑装 哭哭哭的连魂击出了 以哈利变身山岳巨猿般的神力 全力施展之下 未能早就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了 恐怕大成熙存在 也绝对不愿意硬生生的 挨上如此一击的 前方虚空 一阵剧烈的扭曲荡漾 空气一阵模糊过后 就凝聚出了两只金蒙蒙的巨大的拳影出来 小山大小并仿佛食物一般的 往前方一杂而下 一声地动山摇一般的巨响过后 前方挡路的电弧和剑光 在拳影金光万道的一击之下 瞬间寸寸碎裂而开 竟然被硬生生的击出了一条道路出来 飞车呢 只是一个模糊 就鬼魅一般的一闪而过 彻底的没入后面的空间通道当中 随之通道中一阵五色霞光闪动 波动阵阵传来过后 飞车就再也没有任何的踪影了 这个时候两侧黑云一分之下 这台丛中急忙飞射出了两道人影出来 二者几个闪动过后 就同时出现在了空间通道的路口处 望着深不可测的通道当中 竟脸线一丝惊慌出来 这二模呀 一个面容清秀 一个紫色长袍 头身独角 一个呢 肌肤幽黑 头发火红 披着一件白色的战甲 怎么办 他们竟然真的闯入里面了 不会正好和大人迎面碰上吧 肌肤幽黑的魔族四十来岁 有些气急败坏 应该不会这么巧的 大人只是说今天会从灵界返回 但是并没有说具体的时辰 也许是晚上才会返回呢 另外的一名魔族 勉强啊 恢复了战定 有些口不对心 要真的那样也就好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一次我们一个实质之责 是肯定跑不掉的了 这群家伙 到底是什么人啊 竟敢私闯空间通道 难道说就不怕触怒 那圣祖大人吗 黑肤魔族叹息了一声 愁眉苦脸的说道 但是最后几句话 却又一下子变得 咬牙切齿了起来 其他人不说 刚才出手的那个人 一身神通深不可测 随手就击破了你我的神通 绝对不是一般的魔尊 这好像也不是哪一位圣祖大人呢 紫袍魔族犹豫了一下 目中闪过里斯精仪 圣祖大人 哎 此人直不可能的 那个人神通纵然厉害 但是啊 远远啊 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呢 况且真是圣祖大人降临 又何必硬闯此地呢 直接亮出身份来 你我还不得乖乖的 恭送让落 黑服魔族文言 将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那要不是圣祖那种级别的存在 大成以下的其他有名的 魔尊级别的强者 要说能像刚才那个人这般厉害 似乎也不太可能吧 若真有这等人物的话 你我又怎么可能不认得呀 哎 要不然回头问一下 助手下面要塞的其他的尊者 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呢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414回 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14回 听了紫袍魔族的话 黑肤魔族的目光朝下方一扫 看到其他几道刺目的顿光正向这边激势而来 双目一咪不懈地说道 你我都看不出来人底细 那些废物恐怕连来人的面貌都未曾看得清楚了 又能帮到什么呢 但是不管怎么说 问上一问总不会错的 说不定还真的能够得到一些线索 就在二魔说话的功夫 那几道顿光 这才终于光芒一脸的到了空间通道处 并献出了高矮不一的几名魔族尊者出来 纷纷从二魔见领 一副恭敬异常的样子 黑肤魔族也没有客气 当即一只手掌凭空在身前一滑 顿时呢 西空当中波动一起 一团清蒙蒙的光霞当中 浮现出了韩丽三个人的相貌出来 对这几个人很有什么印象啊 有没有人认得他们呢 黑肤魔族冷冷地问道 听了黑肤魔族的问话 这心道的几名魔尊呢 再仔细地看了一遍 韩丽等人的影像火 却情不自禁地面面相去 半晌过后 这才有一名枯瘦的男子模样的魔尊 上前一步 小心地说 二位大人 从你们神通厉害的程度来看 这几个人 很可能不是我们魔界之人 而是临界来的人族强者 什么 人族强者 黑肤魔族文言一呆啊 有些疑惑了起来 旁边的紫袍魔族听了之后 神色也是微微一动 不错 二位大人 驻守此地之后 一向啊 都在修炼闭关当中 不知道此事呢 毫不稀奇 但是实际上 有关这些人族的事情 早就传遍了大半的圣界 甚至于呢 还有圣祖大人 被他们击败过的传闻啊 另外一名妇人模样的 魔尊连忙解释 哦 有此种事情 你们快跟我二人 仔细地说上一说 二魔脸色大变 均都是有一些难以置信 这件事情啊 要从数年前说起了 枯瘦的魔尊 不敢怠慢 当即呢 开始描述起 有关含里的种种传闻 二魔一边仔细地听着 一边神色 不时地变幻不定着 界面间的空间通道当中 飞车早已被一层层的符纹和光幕 包裹的水泄不通 并随着阵阵的空间波动 自行地向前方飞快地飞驰着 含里站在飞车前端 早就恢复了人身 虽然说仍然身形 笔直站立 但是脸上表情明显的 轻松了不少 一旦说进入通道 数个时辰过后 飞车就可自行地回归灵界 虽然说通道的另一端 是木族领域 但仍然让含里的心中 微微有些激动 大有回归故土前的 些许兴奋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飞车在颠簸中一路无阻飞顿着 含里还在暗自估算 大约已经过了通道大半路程的时候 忽然之间 对面空间波动一起 经末然之间出现了另外一条 通体U黑的巨大的站舟 足有百余杖之长 上面是站满了密密麻麻的魔族卫士 并称他们的是迎面及时而来 不好 含里心中暗叫一声 将体内的法力一提之下 脸色一下子就凝重了起来 虽然说在空间通道的这种地方 为了怕引起剧烈的空间风暴 一般呢都不会轻易的出手争斗 但是万一对方真的不管不顾的主动动手了 他自然也不可能真的束手就擒 不加以反击呀 而这巨州气势如此惊人 恐怕上面做主的高阶魔族 也不是一般的魔尊呢 他自然呢更要多加的小心几分的 飞车巨州速度都极快 一个呼吸间的功夫 二者就一下子到了近在咫尺的地方 互相之间呢都可将上面之人看得清清楚楚了 杭力三人不用说 那黑色巨州上的魔物卫士 一个个身衣银色战甲 外套火红战袍 修为最低的也有化神以上的修为 而光船首处就占了百余名 其中呢还有寿命合体期的魔族村者 这些魔族卫士望向寒厉等人的目光 也是一个个惊疑异常啊 一时之间呢也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按照原先的计划 这条通道在今天整天都被征用了 应该说只有他们这样一条战舟尽出的 但是现在怎么从对面飞过来 一只飞车过来呢 眼看飞车巨州交错瞬间 巨州之上的魔族惊疑之下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从巨州船舱当中 却忽然传出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哼 原来是灵界的一族人 既然到的这里就不要急着回去了 陪老夫再回灵界吧 怀刚落 船舱当中 一股仿佛实质般的杀意一冲而出 接着呀 飞车上空波动一起 一道白蒙蒙的空间裂缝一分而开 鬼笑之声大气 一只树丈大的白骨巨爪 从中一探而出 并向下方狠狠的一把捞去 五根白森森的骨指尚未真的装下 五道灰白煞气 就先从指尖上一卷而出了 飞车最外侧的光幕 刚一接触灰白之气 竟然一颤哪碎裂而开 竟连片刻都未能抵挡下来 站在飞车当中的寒厉脸色大变 毫不犹豫地一声嘀吼 身躯一下子金光大化 在狂胀中再次幻化成了数丈高的金毛巨 机缘两条手臂一阵模糊 两只毛茸茸的拳头就冲高空 恶狠狠地一擦而去 金色泉影再次一闪而现 红隆隆地巨响过后 灰白煞气和泉影一撞到一起过后 就被硬生生地一阵而散 那原本金蒙蒙的泉影 一下子凭空缩小地近半 光芒的也一下子变得暗淡异常 一旁站着的邪道人目中冷光一闪 一张口过后 一道金色光柱一喷而出 一闪即逝之下 几乎和泉影同时击中了 白骨巨爪的手心处了 钟鸣般的闷响爆发而出 金光在鼓爪下方暴力而开 交织融合之下 又形成了一团金色骄阳一般的 巨大的光团 并滴溜溜地转动不停 那巨大的鼓爪 纵然说蕴含无比威能在其中 在金光一拖之下 也不禁在空中微微一凝 与此同时呢 附近虚空当中波动大气 整个空间都嗡嗡作响 有些地方的上空竟然互相扭曲模糊起来 这些空间通道竟然有些不稳了 巨州之上站立的那些魔族卫士一见此景啊 同时脸色大变 不少人目中闪过了惶恐之色 若真是空间塌陷 他们这些人自然是一个也跑不掉的呀 但就在这个时候 巨州船舱当中一声冷哼传出 鼓爪五指 巫人之间一合 鼓跟鼓指就一下子 立刃般的往光团一抓而去 呼的一声 金色光团竟在鼓爪一滑之下 瞬间的破灭消失了 韩丽剑此心中可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不过就在此时 他体内的法力早已调动到了极致 并往身下飞车狂驻而入 嗖的一声飞车一个颤抖过后 就在原地一闪消失了 下一刻呢 前方百余丈远的地方 空间波动一起 飞车又一闪浮现而出 并立刻画了力团清光 激射而走 白骨聚招一探过后 也一声闷响的崩溃开来 一根魔族见此情形啊 不禁是面面相觑啊 走 不认管他们了 赶路要紧 半晌过后 船舱当中 传出了毫无感情的苍老声音 是 大人 船手一阵骚动 有不少人立刻再次的忙碌了起来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聚州体表光芒一阵流转过后 顿速一下子提升了大半 向通道的另一端飞射而去 成天大人 就这样放他们走了 要不再派些人去将他们抓回来 聚州船舱中 一名十二三岁的魔族少年 正像一位在太师椅上半躺着的白发老者 不甘心地问道 算了 老夫正是要紧 这几只小虫子就放过去吧 而且除了老夫亲自出手 其他人恐怕也没有本事把他们抓回来的 这白发老翁啊 是一身造袍 两手齐长过息 淡淡地说道 什么 他们 他们真的这么厉害 可是通天大人刚才 根本未动用多少真正的力量啊 少年面容清秀 脸上有几道紫色的魔纹 闻眼有些大惊失色 老夫纵然 没有动用真正的力量 出手抵挡那两个家伙 也同样没有动用全部的神通 真要动手起来 老夫也不可能一个照面就将他们拿下的 老翁似乎颇为溺爱眼前的少年 含笑为他解释 他们竟然有这么大的神通 看起来这些异族人应该也是颇有来历之人啊 少年眼珠 闪闪及时 这可自然 在通道外面 这些区区的异族人也只能在老祖的面前乖乖的束手就擒啊 少年连忙大家奉承 老翁笑了几声 双目一觅捋了一下胡须 似乎啊 被少年说的是极为的高兴 但是实际上 其心中呢 还是有几分疑惑的 刚才 飞车上的那名口喷金光的白景青年 细细呢 让他觉得 有几分熟悉 但是一时之间 又想不起来啊 在什么地方 见到过 算了 等回到圣界之后 才让人查一下吧 既然都记不清楚了 应该不是太重要的角色 白发老翁最后这般暗自思量 三四个时辰过后 空间通道的另一端处 树队魔族卫士正在出口处来回巡视 下方地面上呢 则还有三座千余让高的三角巨塔 成品字形的摆列在地上 忽然之间通道中波动一起 一团被金光包裹的飞车 空中击射而出 几个闪动过后 就直接从一群队伍上空 一闪而过 这一下子 自然让附近的巡逻队伍 坚斗大清 凄厉的坚明之声刹那之间从各处响起 并气势汹汹地直奔飞车而来 同一时间 原本下方的三角巨塔 也开始泛起了淡淡的光辖出来 侧壁上凭空现出了一扇扇大小不一的石门 那石门之内啊 人影晃动 大量的魔族从中荒庸而出 但是 飞车顿速之快 根本就不是这些魔族卫士可以想象的 这件痴痴地破空支撑过后 飞车淡淡的虚影到了天边尽头处 再一个闪动就彻底的没了踪迹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三角巨塔当中 还有几名魔族怒吼着从中 一飞而出 不错 这里的确是木族领地 当年我曾经来过木族一趟 因为这里的树木情况极为的特殊 我应该不会看错的 数万里外的虚空 飞车还在一路急驰不停 但是 飞车之上的寒历 在打亮了下方 一颗颗百丈高的巨木 组成的茂密的森林之后 长吐了一口气说道 啊 这 这就是灵界了 果然灵气非常的浓密 比我们小灵天要强上不少呢 诸古尔则不停地左顾右盼 极其的兴奋呢 小灵天当中的人族 有不少是灵界修士流落其中的 虽然对那些从未走出 小灵天的后辈子弟 一说起灵界都颇为感慨 竟说其各种的好处啊 灵界虽好 但是我们人族在灵界的势力 可并不算太大 现在呢 又正处于危难之际 也并非你想象着的那么好啊 杭力把目光收回 摇摇头说道 不管怎么说 灵界的确比小灵天 更适合我们人族修士修炼 哎 对了前辈 你打算什么时候再返回小灵天呢 到时候一定要带上晚辈的 诸古尔黑黑一笑 又急忙说道 哼 这个放心 到时候你不说 我也会带上你的 毕竟我对小灵天不太熟悉啊 还需要一名向导的 那晚辈就先多谢前辈了 诸古尔大喜过望 急忙深失一礼 杭力点了点头不再多说 迅速的催动飞车 向前一路低势而行 以他全力催动飞车的顿速 自然不会怕后面 还有什么追兵的 但是这一次 飞车刚飞行了半天的时间之后 杭力一路观察路途的景色过后 神色不禁渐渐凝重 虽然说路途遇到的巨木密林 一片接一片 但是其中一些树木呢 却开始呈现了墨绿之色 和其他葱绿的树木截然不同 随着飞车飞行的地域越来越多 这种墨绿的树木也越发的多了起来 在这种密林当中 弥漫着一些紫黑色的 诡异的气体 虽然说只是淡淡的一层 稀薄无比 但让人看了过后 仍然是极其的不舒服 猪鬼虽然说阅历不多 一路上看到如此的 这种树木过后 脸上的兴奋之色 也渐渐消失 韩前辈 这些树木好像和魔界的植物极其的相似 而且散发的那些雾气 似乎也有魔气在其中 这是怎么回事啊 猪鬼终于忍不住问道 杭力脸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 这才凝重的回答 现在还不清楚啊 但是多半应该是魔族人弄的手段 而且我们飞行了如此之久 竟然还没有发现过任何一名牧族人 这就更加的有些奇怪了 牧族纵然还不如我们人族 它是实力 也是不容小瞧的 难道说 牧族已经发生了什么巨变了吗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樊仁修仙传》第1415回 《樊仁修仙传》第15回